说到种族灭绝 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不断指责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 但是中方始终否认到底 一对旅居在新疆十年的加拿大夫妇就叙述所见所闻 包括当局限制穆斯林的饮食、衣着和节日活动 当地人犹如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监狱当中 小时的衣着尖性 即人也有一个庞兰运的庞兰运 大夫妇暴лам稀婆娱 没有东西他们的家庭医生 他们的团的房间就聚集了 那这个房间人遭到华案 相当依族会移动的内容 所以还还没有养决中 有立刻带来自家庭窃兰运的保护家 戴克夫妇2007年开始住在新疆乌鲁木齐 不过2018年外国人的签证措施收紧 全家人回到加拿大 眼见维吾尔人被迫害 两人陆续接受国际媒体访问 帮当地人发声 他们坦诚从2016年开始 新疆气氛就变得不一样了 各个街头都是警察站岗和路障 四处也布满了天眼和脸部识别装置 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身边不少维吾尔人担心孩子长年后的遭遇 因为官方策略就是要打破血统 打破根源 让父母子女分隔两地之外 也会强迫劳动和控制生育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